102選年度JHBO國中籃球聯賽 4月14號將正式點燃戰火 女子組部分上屆第三名的10排女人 進入最後調整階段 儘管預賽最後搶下了分組第一 提升選手不少自信心 但總教練高明齊仍然相當謹慎 認為小球員還有許多的地方要改進 上個階段我們比賽比了五天 那我們對圓山出了一些問題 我們在輪轉rotter方面沒有守好 那讓圓山轉換快攻 所以我們那一場其實我們是失分的 所以針對圓山還有其他球隊 我們都有在防守上面下功夫 學生最近都有很多很多的模擬比賽 那看到他們是一直在進步當中 10排女籃本屆團隊平均身高172公分 是女架級八強當中最高的學校 更有兩名中鋒吳家化和正祈宴 身高超過了180公分 在禁區內佔有優勢 高教練也不諱言會好好利用身材這一點 更透露情搜這塊也準備就緒 迎接挑戰顯得老神在在 當然是就是outside in嘛 先打禁區啊 那如果說有人夾擊 我們放出來就是外線 因為我已經戴了十一二年了 所以情搜是這麼十一二年不斷的累積 球員表現進步 對手資料掌握也充滿信心 不過石牌卻沉至了傷兵 國異的後衛劉彩杰上週跑步拉傷 右膝蓋掛踩 確定決賽無法上場 石牌將以十一名球員前進決賽 劉彩杰更從受傷的那天開始 天天流下眼淚 讓教練團和學姐們看了相當不捨 高教練希望其他的十一名選手 能夠好好發揮 以及幫彩杰受傷 無法上場的那一份拼回來 打出最理想的團隊籃球 來自訊 黃瑞宏 黃花君 台北採訪報導